晚宁对崔玉婷说道 我不知道这宗室被圈禁到底是什么模样 周真的病应该不是一两日才有的 而这种病至少是有人对他用了残暴的手段 大周朝的皇族没有谁得过这种病 除去遗传的原因 就该是后天受了刺激 那周真虽然是癫狂 却力气极大 身体并不似被虐待过的瘦弱不堪 至少这一点和他推论的病因背道而驰 晚宁说道 照太医院的麦案上来说 周真是因为宫殿失火受了惊吓成病 据我所知 受惊吓不该会这般的严重 崔玉婷仔细地听着晚宁的话 如果是早就有病 那一切都解释通了 那要如何遮掩呢 周真这样的病不可能让宫中一直的风平浪静 西门三天两头的出事一定会让人议论纷纷 这个疯了的周真就像是突然出现在宫中似的 平日里伺候周真的工人不多 失火那日又死了两个 所以周真的病情也就不甚清楚 西门走水 宫中定然乱成一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都不得而知 万宁抬起头 周真倒是让我想起 从前那些追杀中意猴 世子的死士 这些人仿佛都是刻意养起来的 到了关键时刻就会放出笼子 做他们该做的事 如果周真疯了 他们就是推错了 邓子昌张启成这些人的目的 崔亦婷轻轻地搂着婉宁 照前世发生的事来推算 大周朝的动荡该是从今年七月开始 至少现在还是风平浪静 转眼进了六月 张氏被送回张家之后 姚依文补了一张修书送过去 沈氏再次的出嫁 被风风光光地抬去了杨家 第三日回门 婉宁在舅舅家中见到了母亲 沈氏一身的大红佩子 眼睛闪闪发亮 让人围着问这问那 沈老太太来得晚了些 没能赶上沈氏的婚期 正好在沈氏三日回门的时候 到了京城 沈氏的族人大多没有见过杨静 却在扬州时听说过杨静的名声 路上还能偷偷议论两句 说沈氏有福气 虽说做了一回初期 女儿却嫁给了新贵 她也再嫁了詹氏服 正三品的詹氏 以杨静的名声 将来必将位列太子三师 到了沈家 听说沈氏回门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眷 都闭紧了嘴 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生怕哪里失了规矩 惹了这位新姑爷不喜欢 直到沈老太太 照着往常的样子训诫了晚费 杨静规规矩矩行了礼 大家才松口气 对这位新姑爷重新有了认识 虽说杨家是书香门第 可那些酸腹的规矩 比起姚家来可少多了 沈静元几个 跟杨静去前院说话 沈老太太拉着沈氏的手 总算是熬过来了 这可是谁也求不来的姻缘 我看新姑爷性子好 将来你必定是受不了委屈 沈氏虽是害臊 却轻轻地点了点头 杨静是对她很好 没有拿着架子让她侍奉 也没有嫌弃她嫁过人 杨家规矩也不算多 杨老太太也护着她 成亲第二天 她去给杨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还塞给她一个玉面娃娃 说她是个有福气的人 将来必定能为杨家 生下一儿半女 沈氏太太也笑着说道 这下好了 将来坤哥跟着姑爷读书 我和老爷若是杨州有事 坤哥就可以在杨家住下 沈氏感激地看了一眼沈氏太太 她从来没想过能有这一天 成亲第二日 杨静就告诉她 坤哥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 她忽然想起这些年的委屈 立即就掉了眼泪 杨静也没有问她在姚家的那些事 只是温生的安慰 她那时候忽然觉得 她又有了家 又有了容身之地 沈老太太说了半天话 想起一件事 低声地嘱咐沈氏 惹得沈氏脸颊更红 沈老太太说道 你们两个年纪尚轻 这是正经的 你是生养过的 知道这里面的关桥 沈氏垂下头 看了婉宁一眼 我 知道了 从沈老太太屋里出来 婉宁也靠在沈氏的肩膀上 母亲多生两个弟弟妹妹 日后我们家里就更热闹了 沈氏去喝婉宁的药 你这孩子 脸上却满是喜气 沈家一天热闹 隔着一条胡同的姚家 仿佛能将那边的喧哗声 听得清清楚楚 杨老太太十分不喜 那个杨精 也是个好色之徒 望着大家闺秀不去 却勾搭上那个沈氏 什么侍奉杨老太太 是借着杨老太太的顶头 刮田篱下 成秦大张旗鼓也就罢了 回门也是这般 也不知道遮掩 姚老太太话音刚落 姚依文进门请安 看着儿子垂头丧气的模样 姚老太太皱起眉头 既然已经修了张氏 我就再给你悟死一桩婚事 你这样大的家业 不能没有个主事的人 这样大的家业 张家因为嫁妆的事纠缠不休 外面已经有了传言 说他品情不端 接二连三的休期 都是因为图不得利益 他已经成了同僚的笑柄 别说他已经没有了心情娶妻 只怕是好人家的女儿 也不愿意嫁过来 姚老太太仍旧喋喋不休 说起欢歌又哭了一场 姚依文好半天才从屋子里出来 一朵大大的烟花正好腾空而起 在天空上炸开散落下来 他突然觉得自己站在黑暗里 光亮离他越来越远 最终所有一切都禁忌 只剩下他一个人 婉宁正和沈家的姐妹说话 沈四太太笑着说道 前面倒是闹得欢 我看用不了多久 我那生女婿要将你几个舅舅迎光了 婉宁早知道崔义婷有着一手 来的时候已经叮嘱他手下留情 偏偏几个舅舅和娘家兄弟 非要拉着崔义婷去推牌酒 过了半个时辰 院子里热闹起来 前面的男人们说着话进院子 沈老太太说道 总算是回来了 李哥哥可都舒坦了吧 大家向沈老太太行了礼 沈浩喝得有些醉 拍着崔义婷的肩膀 明天还来 我就不信 把把都是你赢 排酒我不行 我们玩骰子 滑拳 我 我非要赢你一次才算 大家轰然笑起来 使足了力气 才要赢一次 沈浩也跟着笑 看向婉宁 婉宁啊 你要回去说说一听 让他下次别下这样的狠手 让着我点 崔义婷眼睛倒是雪亮 倒是能让 只是推推嗓嗓 大家都不痛快 沈浩听的这话又附和 那是那是 还是别让着我 赢了我也不高兴 输钱也让人输得心甘情愿 母亲回门 大家都很高兴 舅舅陪着杨靖进屋 大家又说了几句话 才让下人准备马车 将杨靖和母亲送走 婉宁和崔义婷回到家中 崔义婷梳洗干净就躺在床上 一双眼睛四月连笼 迷蒙般地看着他 婉宁看过来 崔义婷立即说道 婉宁 我口感要喝水 不喝水才怪 喝了那么多酒 虽然灶豆洗了 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酒气 婉宁端了一杯热茶过去 崔义婷却赖着不肯起身 她只好将茶杯放在她唇边 然后她很满意地喝了两口 眼看着婉宁将茶杯放下 然后拍拍身边的位置 我没力气了 你也过来躺躺 是玩牌酒 没有了力气了吧 婉宁觉得好笑 掀开被子躺了过去 风从窗子吹进来 温度刚刚好 让人觉得万分的舒坦 婉宁 婉宁点点头 听着催一听说话 不知道她要说些什么 昨天职业 今天也没歇着 你哪来的精神 顶多睡两个时辰 又要去衙门了 听说今晚的宴席 请的是扬州的厨子 嗯 婉宁恩了一声 这鲫鱼做得不好吃 没有你小厨房里做得好 婉宁想想刚进崔家时 第一件事是去崔玉婷 从前住的小院子里 将伺候的下人和厨子 都带回来 那厨子做的东西 味道实在是不太好 难得她将崔玉婷的胃口 养掉了 崔玉婷轻轻地都呢 这衣服不舒坦 还是脱了睡 从前不是都这样睡的吗 上次在桃家里 我们不是睡着了 我才知道那样睡舒坦 反正没有人 我们都那样睡 谁要跟她一起脱光地睡 真不想害臊 崔玉婷边说话 边用下盒蹭着她的耳朵 半嗓才安静下来 婉宁想要问她 都跟杨静说了些什么 转过头 却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神啊 好习惯养成不容易 坏习惯学得到快 从前的崔二爷 可是什么都不计较 而今连睡觉都要磨人 婉宁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 在崔玉婷鼻子上比了笔 做出捏她的动作 却终究不忍心 这男人累得很 难得这样舒坦地歇着 还是让她安稳地睡吧 送走了崔玉婷 婉宁准备去铺子上看看 刚准备去垂花门坐马车 门口的管事就来禀告 二奶奶 贺家来人了 婉宁点点头 吩咐下人将贺家人请进来 来的是贺尔太太 脸色苍白 整个人十分地慌张 见到婉宁就急忙开口 二奶奶 妍姐不好了 请二奶奶过去瞧瞧吧 婉宁不禁正冷 妍姐一直好端端的 怎么会 是因为救急 不是不是 贺尔太太说道 妍姐去庄子的路上 经了马 从马车上摔下来 也是因为救急 贺尔太太不知怎么说才好 眼圈豁然地红起来 婉宁拉起惊慌失措的 贺尔太太 吩咐下人 快 去贺家 马车一路到了贺家 整个贺家一片的慌乱 贺老太太让人搀扶着 才能勉强地站在屋里 贺继忠不在床边说着什么 婉宁走近了 才听到贺继忠说道 妍姐 你想说什么 看到一旁被写浸透的布条 婉宁的心顿时一沉 妍姐伤得很重 妍姐 催二奶奶来了 你不是要找催二奶奶 催二奶奶能治好你 贺尔太太急促的声音传来 婉宁才立即回过神 抢上前两步 看到了床上的妍姐 妍姐面如金纸 眼睛看到了婉宁 嘴唇顿时哆嗦起来 整个人身体不停地挣扎 向婉宁伸出了手 婉宁拉住了妍姐 妍姐嘴唇嗡动着 却发不出一点的声音 妍姐 你别急 婉宁钻紧妍姐的手指 我们先吃药 你养一养 一会儿再说 妍姐的嘴唇仍旧动着 别急别急 婉宁劝说着 半晌 妍姐的眼睛才眨了眨 眼泪顿时流下来 不知是谁在一旁说道 五小姐 这是不是躺了伤心泪啊 都说躺了伤心泪 人就要死了 贺老太太狠狠地说道 没有诡取的东西 给我撵了出去 立即传来下人哭天喊地的叫声 床上的妍姐掀了掀眼睛 却又沉了下去 屋子里的嘈杂的声音 让妍姐又用力地挣扎起来 婉宁转过头 看向贺老太太 让下人都出去 转眼间 屋子里又重新安静下来 婉宁仔细地给妍姐检查 只要是裸露在外的皮肤 上面都起了粒粒的水泡 这是日光照射才有的损害 婉宁问向贺老太太 严姐在外面多长时间 贺老太太说道 马车翻了 严姐顺着山坡掉下去 下人也是找了好一阵子 才将人找到 除了摔伤 严姐还因此引发了救急 都怪我 贺老太太眼泪掉下来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严姐出去 在家中好端端的 怎么 贺老太太话音刚落 就听有人说道 严姐怎么样了 严姐到底如何了 帘子掀开 蒋四太太走进来 贺老太太的脸色 顿时变得铁青 你让严姐去你庄子上做什么 蒋四太太被问得愣在那里 我 我 我听严姐说 想要去庄子上看看 我就 答应了 我以为严姐去的时候 会跟我知会 我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沈阳是怎么做的 贺老太太的怒气从眼睛中冲出来 声音也变得尖利 蒋四太太看着床上的严姐 顿时手足无措 不是我的 都是我的错 老太太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 我该让严姐在家里 我 我 都是我 贺老太太只觉得头晕目眩 几乎站立不住 蒋四太太半嗓才反应过来 立即上前去搀扶贺老太太 好端端的 怎么会惊了马 贺老太太不停地说着 仿佛怎么也不肯相信 之前还好端端的 要给我过寿尘 还要跟着我学医术 将来要跟翠二奶奶一样 万宁听到贺老太太提到自己 拉住了严姐冰凉的手 严姐跟她说过 要学医术 严姐的脸浮现在万宁的眼前 从前我只觉得自己生了怪病 这辈子只能被关在屋里 现在见到二奶奶 就觉得如果能像二奶奶这样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了 二奶奶如果是我的亲姐姐该多好 我们就能天天在一处了 万宁伸出手来 抚摸着严姐的额头 轻轻地哄着严姐 血还是从严姐的腋下的伤口中渗出来 一滴一滴地落在床库上 贺家已经将严姐的伤口缝合 又用了药 尚且如此 万宁忽然之间万分地心疼 严姐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磨难 姐 床上的严姐忽然喊出一个字 姐 姐说的是谁 是她还是蒋静瑜 万宁低声地说道 严姐喊我吗 严姐目光僵硬 万宁试探着 是想要你姐姐过来 严姐目光仍旧僵硬 不是她 也不是蒋静瑜 或是谁 严姐的姐姐还能有谁 万宁正在思量 蒋静瑜推开门口的妈妈闯进来 一头就扎在严姐的床边 妹妹 妹妹 你睁开眼睛瞧瞧 姐姐在这里 早知道如此 姐姐就跟你一起去装子 我还去买香粉 我还以为买了香粉 你会喜欢 蒋静瑜 蒋静瑜身上满是香粉的味道 旁边的董妈妈说道 四小姐听说五小姐出了事 吓了一跳 起码赶过来 要送给五小姐的香粉 撒了满身 严姐目光仍旧看着婉宁 不停地重复着嘴里的字 姐 姐 严姐不是在喊蒋静瑜 蒋静瑜豁然起身 整个人几乎扑到严姐的身上 严姐别怕 姐姐在这里 屋子里传来蒋静瑜痛哭的声音 严姐 严姐 我要给五小姐诊病 将四小姐拉开 晚宁话音刚落 旁边的妈妈就将蒋静瑜 绊抱着扯到了一旁 蒋静瑜还要扑过来 却发现姚婉宁站在她跟前 姚婉宁神情冰冷 一双清澈的双眼 紧紧地看着她 你故意这样搅合 是不想要严姐好了 蒋静瑜浑身的血液 差点要冲上脸 贺尔太太看向蒋静瑜 女姐 我们都去外面等消息 感谢您的吻 山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